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里子在视频开始前先给大家说一个活动 然后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在本周有一个小活动 在中秋节所有在我零食店下单的观众及格参加抽奖 抽奖抽取云兵幸运观众获得神秘大礼 然后也就是完成你的心愿 帮你在中秋节实现一个心愿 你想要什么刀蛋视频我都可以给你买到 然后也是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最近零点也有很多优惠的活动 如最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品 小月饼礼盒之类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的送礼都可以来看看 并且还有三元跟五元的优惠券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些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好多桃豆的好食品 好了这边也就广告就打到这里 让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看视频 今天视频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欢迎大家能够来一如既往支持我 好了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是一场IG黑店的一场比赛 然后有罗有船 还有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边 有罗有船 还有兔姐 小兔姐 他们三个人 金将军 这边感觉能杀兔猫 然后船也是赶紧回中路 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单的PA 也是PA相信这个英雄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气英雄 我很少做这个英雄视频 今天也果断给大家带来一个 底线是我的零食店地区 李子说的tombo.com最近有很多新鲜上架的月饼礼盒 然后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今天是周四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一下 然后为了庆祝中秋 然后李子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优惠券 然后月饼的一些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周下单的观众即可参加一次抽奖 如果你中奖了以后 李子可以满足你的训愿 购买一个跟剑语差不多 只要你要求的视频不超价格不超过剑语 然后李子就可以给你买一个 然后完成你的梦想 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这边PA中单打女王还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兑现 因为PA打女王确实没有什么 跟你无论从射程消耗能力来说 都没有跟女王等媲美的地方 前期PA也是被压 7-1PA这2-0这个正常 然后左边这边还是一个老的福利 飞熊TV 现在大家在飞熊视频APP订阅我守护我 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就可以参加抽奖送福利的活动 这一期还是5000刀币 然后飞熊的这个AP最近内容也蛮丰富的 也有各种树友赛 这期是应该是小满对这牛蛙的一个树友赛 大家有兴趣都给大家看看中秋之节 然后有玩刀带1的朋友都给你参加一下 试试自己人品 女王这里中单压制PA 可以说压制的非常非常舒服 让PA很难受 传双方阵容来说都还可以 由于这种顶分的天梯 所以阵容都不会太差 这边传中路对阵PA 传中路对阵 传中路对阵女王 肯定是一个烈士路对线 你别太过分 这边冰魂说了一句 然后双方帽斯也是认识 很熟 这边PA的瓶子应该已经送过来 这边在一个标 但是PA有被动还好 应该不会被杀 但是女王这边在开视野船赶紧减一下素 因为女王马上就下一个BF了 那蛮死了 F就直接交掉 我对面相当针对 传这波连TP钱都没有 罗导过来支援一波 但是猫死打不过牛家腹 不是打不过牛家女王 也只能也杀不掉牛 所以只能放弃 这一波PA可以说混得相当相当难受 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打女王嘛 是这样的 PA中单面对一些传统路霸型英雄来说 确实是相当难打 基本上没有任何叫板的本钱 但是PA这英雄有一个什么好处 靠压能力也比较强 中路很容易跟对方打成护肥 只要对面压制能力不是特别强 PA由于他的地后来少 这边打女王一套 但女王没什么大问题 船这里抓住一个时间 这边牛头又来了 是个真牛头 但是罗导也是过来支援 这不太好杀了 那这样的一波船消耗 又没有打到什么东西 PA的加点现在有两种 一种比较凶的 优势比较大 就是主地复壁 一级闪烁 不过你感觉你是中单撇 需要一定的抗压 以及打架能力 最好是主地一级壁 加上复被动的一个加点 PA这个被动 有一定 就是有一定的反雷达效果 但是说实话 性价比并不高 因为 这个很少有人注意 自己身上的状态和buff 所以说这个反 哪怕是职业选手 对于PA这个反雷达效果 一般也做的 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这英雄 其实真的是 这个技能 其实真的是性价比不高 PA出装方面 推荐两套 一种是bkb 就是他核心装 无疑是bkb 一种就是狂战刷 狂暴刷的PA 这种PA打大哥居多 剩下一种PA 就是基础装 直接加bkb 这种英雄 这种就是中期打架 能力比较强 比较推荐中单PA来使用 如果大哥居 就别这么出了 后期能力有点不足 这样比赛 船由于是一场中单居 所以他应该是会 打一些发育 然后这边标下女王 正反部被女王玩操 没办法 女王这是补刀士 船的两倍还多 我估计 25-11 船只有14-0 方面真的没有跟 PA没有跟女王叫本的本钱 如果你说你PA压了女王 甚至打过了女王 那我只能说 你俩实力差距有点大 擦一下 避过来 这一波双人游走 漂亮 帮船打开了局面 这波双人游走 真的关键 罗岛的府王 应该是空到里 深深佛 要不不可能 先手能吼到女王 这包船 刚才也没有切过去看 不过还是杀掉了 杀掉就好 这包船 也是鞋子也越了过来 还是比较舒服的 有队友帮着游 PA出装方面 也说完了 然后这个英雄 团战尽量打第二轮切入 刚有 如果你是中单PA 比如说基础装 比如天鹰战骨 或者天鹰甲腿战骨 就是天鹰跟战骨 选一个吧 两个都出了点拖 那时候有一件基础 基本的属性装 加上BKB 那时候 PA打团战 在团战中 是非常无敌的 可以尽情地毕 你的敌人 而且我个人感觉 有的时候 先B后D 要比先D后B好 就是先B上去 A 还有大家玩PA 一定要记住 一个思维定势 很差的思维定势 就是PA不需要攻速 其实不是 PA极度需要攻速 攻速代表什么 代表更高的范围 这边暴击 我人品真是好 最后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一句话 人品不好 别用PA 这关 这关支援 貌似打不过了 兄弟啊 快跑啊 能不能B呀 应该B马CD了 能B走 赶紧B走 都到后两个 没吼 那女王没蓝了吧 有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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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死了 三杀 我这个女王 打得真是凶 这船人毫无办法 这里前期他们的阵容 拿的确实是 由于中男PA 所以导致他们 对面 他们这个阵容 优势路站的是谁呢 优势路站的是 A 我靠 报警 那这样 这奥比赛A 后期要打很多输出的 杀掉大地之灵 但是并没有什么管用 女王风行都无解肥 风行 我这俩人基本功差的也蛮多的 说实话 风行 这个刀 有点压 哎 压得过分了 风行四十刀 哎 这十一刀 这个solo 差距有点大 没准 哎呦 那这个真是 压了四倍刀 哎 打还好 没有裂到这种程度 虽然可能会被风行压 风行所有能力 一对一所有能力 还可以 尤其是 这边土猫过来 但是sk 咬大没插 土猫应该是能杀死 哎 这感觉土猫啊 土猫先死了 土猫还没死 咒死一下 劈死土猫 但是自己也会倒在这里 前期 大队友都不是很顺啊 各种崩 哎呀 学崩 真是难 那这种前期并不顺的情况下 也是 优数路被打爆 猎数路也并无优势 三路猎 那这样比赛 看看 IJ到底对面的黑点 还真的蛮强力的 三人黑 兔子最近在IJ的表现 确实非常好 IJ 虽然不能说是 TI手 显得大B神 带不动别的队友 但是 慢慢现在看转 不是大B神的问题 也不是他们的问题 可能就是 不太搭 不太适合 离开了大B神 他们换上了 IJ原来的风格 就是慢慢能找到 自己的本钱 但是VJ最近成绩也不错 赢了 赢了IJ 就是赢了IJ了 赢了 赢了同伏 还可以 牛逼现在一串糟 还是一切都为了 球技联赛准备吧 PA接着说 刚才那个 PA极度需要攻速 为什么 大家可能觉得 他B过去那几秒 有攻速 就很无敌 就是 就是有攻速 但其实他那真的 只有几刀 他技能说明 其实是错误的 你看技能说明 攻速提升时间4秒 其实没有 他就是那前几刀 你把他前几刀 砍完以后 三刀 三刀还是五刀 我忘了记得太轻了 反正把他几刀 砍完以后 他攻速就会变得很慢 PA没攻速很扎的 PA这个东西 我个人感觉 银月之惊 这版本的核心旺盈 特别好用 谁输谁用谁知道 就是PA到后期 有大运以后 是可以打先手的 大运过去 B过去 他有攻速 哪怕你鼻子笑我消失了 高攻速代表什么 高暴击几率 PA这英雄 是靠暴击混的 所以说他代表高暴击几率 这英雄需要很高的攻速 这边船也是做基本装 也是打算做天鹰 现在天鹰有逐步取代战骨 在敏银英雄眼里 真的有逐步取代战骨的一些好处 因为 当然你要说CK啊 斯文啊 这种战骨还是要比天鹰好 天鹰适合敏银 战骨比较适合利用 力量型英雄 因为战骨加力量 说实话是加攻击力的 而且力量型英雄 说实话切手段都不太好 你要攻击火猫都出战骨多 现在火猫普遍都是天鹰 因为天鹰这东西 说白了就俩字 便宜 就比战骨便宜 便宜几百块钱 很关键的 这几百块钱就是不错节奏的 很重要的这几百块钱 大家可能觉得几百块钱不算什么 其实真的很重要 而天鹰对于敏捷新英雄来说 撑的属性还可以 蛮不错的 在标价那边是个风营幻象 他们这个阵容一定要等这几个打架和有高等级才能混 前期对面爆发都比较廉价 无论是女王还是风行还是活女爆发都很廉价 牛也蹲得住人 他们这个阵容只有等到A的等级 AASK啊SK有跳 福王有跳 两把跳出来以后就会相对来说好打一些 各种DB 传的这个PA这品 FR不错 好多人问牛最近这个沟赫 沟赫就表示就是起源二特殊 就独特特效 没有什么 他没什么视频的 这个牛没宝石了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看 你看没有宝石的牛 牛头 哪有宝石 这怎么视频不显示 起源二bug真的多到暴击 起源二bug太多了 完全都把我们当小白鼠搞 685也快要出来了 大家也期待一下这次685的改动 每次Ti之后必有大改 这也是威慑和冰蛙的一贯习惯了 每次到Ti之后必有大改 这边感觉SK还是难逃一次的被反过 哎呦 SK这个宙斯手起刀落 把兔子给反过了 小兔子 饶我狗命 传十一分钟 瓶子家让天鹰出的基本装 瓶子天鹰那么旺 出基本装还非常非常多 这关他直接选择做家队 家队完了估计就要走一些 对面的控制还可以 有牛 所以说BKB 可以选择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场的BKB倒不是特别着急 哎呦 女王好肥啊 一路杀到MeggerQ 丽娜在拿塔 杀人拿塔 节奏好要死 这怎么感觉 队友有点血崩的感觉 女王有点怪物了 十一分钟六千块钱 我这个真的是 前期能到十二分钟六千 那前期能到五百家纪念分的 我相当可怕了 人头也多 补刀也肥 这女王实力还真的蛮强的 女王是不是认识了 职业玩家 传神就这个 最近这个头像蒙出血 那个狗 女王直接做大根了 增加爆发 顺的女王确实弄这样 一套包一 他这十二分钟有大根 基本上一套秒 谁都是秒 你像PA这种八百得写 F加大加DFW三连 就是标吼加大三连 有B波大又会吼 又会叫 这是女王 哎呦我操 离子好他妈脏啊 这但是说的是实话呀 女王这种女生 很多人喜欢的 这边传言师 一直在用地 不知道因为女王 现在他不太敢上 再一个啊 这直接一套冰魂 毫无办法 风行有跳刀了 我靠 对面这几个人 有点肥 活虐六千多年 也雪崩 这怎么感觉 他们的阵容太笨了 没跳之前 真的太笨了 冰魂毫无办法就被带走 冰魂这真的不像一个优势路发育的冰魂 好那么穷啊 点击现在一样是没有 连鞋都没有职业权的 别点击 好好勉强啊 罗岛还是稳 罗岛跳到第一波 应该是 好 没跳 但是罗岛在这里 哎 还是得死 哎一下 雪崩死了 哎呀 好惨 这里看看船 先看船 船准备跑路了 打不过 我靠 你就直接把打交了 好慌啊 这边 闭一下 但是这两个人 闭到坑里了 怎么打 查起 火牛吹风 这几个人都得死 雪崩 等我这儿跑了呀 兔子能不能带走一个 但是女王过来了 打跟一下双绑 完了 我靠 一崩到底 女王直接打到变态杀戮 一崩到底 惨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真是惨 这里 对面三大哥 都七千万年纪念 但是天威王这个阵容 有个特别不好 全是违和 风行女王 这种英雄 风行还行 女王后期能力 真的不强 活女 后期也比不上 传统无力为何 像PA这种的 后期能力 比后期也要强一些 但是这版本 为什么都流行 这种法盒 爆发高 前期打架凶 很容易造中滚血球 滚血球以后装备有优势 你 我四哥 我四大件女王 你两大件的 你哪怕两大件美毒杀 你也没法跟我抗和 是不是 后期 咱们讲道理话 后期美毒杀 肯定是要抢女王 但是我四大件女王 你两大件美毒杀 滚血球出击来 你怎么打 先破你路 两路一被破 你后期有装备成型了 也没什么卵用了 所以这版本 法盒成型快 爆发高 前期输出猛 打架凶 这种英雄成为热门 像什么TS啊 魔女啊 都是女王啊 这种英雄 都是阴霸的要死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威慑能改变一些 哎 这边还好 没提到 这里想单杀有困难 队友之间来了 一下飙 直接被罗刀斩死 船也没贪这人 然后船怕自己的血量不太健康 再上去就可能要输了 四人开悟 蹲了个PA 怼了个土猫 并不是很赚 最近比赛也是多到 多到 就是 多到非常多 呃 本来想给大家做IG打老跟爹 那张比赛 但是我又进去了 没说 IG打老跟爹 说实话 我虽然是干爹粉 但我并不太看好老跟爹 怎么说呢 干爹这种东西 最近 他们那次打多宝 多宝这支战队已经证明了 在二线中都算实力蛮一般的 但是跟老跟爹打了一个 不算是肥体桩碾下去 塞拉跟MAYB的状态 退步确实比较快 而且感觉老队长那个兔子 有点怪怪的 融不进来 这支队伍 DTC还可以 感谢你 感谢你 PA说话特别有电子机械感 我觉得挺好的 刀袋的配音 绝对是蛮良心的 有一说一 这样比赛时间非常长 你们也可以在李子家买点零食 然后来支持李子一下 慢慢看视频 这样比赛非常时间非常长 我在这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你看75分钟 80分钟 非常长那场比赛 牛仔一板 杀皮还是有难度的 他们这阵容还是得等 斧王跟沙王两个跳 这两个跳太关键了 没这两跳 斧王有跳了吗 斧王还是没跳 已经有钱了 2250 沙王1000多 哎呀 沙王跳到还早 但是斧王马上跳到了 看罗岛节奏带怎么样 罗岛这样比赛节奏带黑了 就肯定是被滚月球的 一旦冲雪球滚起来 这个优势劣势就非常难打了 其实我挺希望看看 最近本来说 我想给大家做那场 一个敌法师 怒送48个人头 但是好多朋友都说有了 然后好多 市面网站 哔哩哔哩也有 所以我就不过了 这边 那边 船应该要死 就算了 哎呦 罗岛哄妈了 不过这边的带走活女 互生龟 哎 这边赚了 这不赚了 赚了 罗岛一波飞起来了 罗岛你看 一波直接 金尼反潮扁 一波飞了 对边这两个人 金尼都蛮好的 活女是金尼第一 所以死了以后 对他们来说非常伤的 罗岛这边选择做一个支配 我 这哥 我的方法好TM高啊 一套 逃物办法就死了 但是土猫这个滚确实有点想多了 石头也扔的比较少 罗岛可以跳过去 斩 我靠 玩的6罗岛 但是罗岛自己也会死在这里 有魔棒可以磕一磕 不磕了 感觉没什么用了 这是PA的装备 我以为罗岛装备的 猛死了 其实女王这么肥 如果一旦被提一次 很危险的 这版本经济 我个人感觉兵拉下个版本中 应该会修改一些机制 我可真直接要搞啊 女王有点跳吧 有加速也不能这么 把我们当个人看好吗 兄弟 活女雪晶石 我真是肥 春风雪晶了 好肥的活 女王大根也要分A 马上一让好了 我可真爆发力 感觉这套比赛已黑啊 这爆发力好难打啊 你看他好像就三刀 五刀手感并不顺 也是对远古 准备来拉远古 来打一波 续航收割之类的 再再不打 这波就非常难了 其实最近刀踏 确实如何如多 过两天打算给大家 做一场 迷若口迷若口级别比赛 非非常的好打 一二三万线下比赛 也是在如火如荼 就是线下 实际上邀请赛 还是挺好的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让我比较心寒的消息 少林寺HGT公开挂卖 挂出售队员了 没赞助商支持了 哎呦 这感觉有点可惜 看来 真的没成绩的这种二线队伍 想找到良好的 良好的环境 真的比较难 看似游戏产业发展的很好 但其实真的只是那一些少部分人发展好 大部分二线队员还是过的蛮难的 一二一只GT这种失去赞助就代表 刚刚过来的什么XDD啊 老DT这帮人 艾尔他们这帮人 以后又有可能过没赞助的日子 没赞助这些战队有可能就会解散 所以说 你像现在混的好的二线队 我没成绩也没有 都是大一线战队在养 比如说什么CDCY啊 EHOK啊 什么NewBY啊 就这种都是 自己各大J战队 清运战队 豪门战队 还是有 各家都有 你像这些二线战队 真的比较豪门战队 豪门战队真的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总之感觉 哎呀 也是希望中国电竞越来越豪华 越来越正确 PA到达11阶 PA没有选择先出支配 他先做了一个BKB 我刚才感觉这样比赛 BKB确实需要的比较急 那不是TV 火牛吹风呢 像单杀火牛不现实 得配合队友来 SK有跳了吗 4700块钱 应该是有跳了 哦 有跳了 SK有跳 跟府王有跳 这两波 一眼防终于顶过最难的时机 这两波 这两个人有跳以后 可以比较好带动节奏 PA一直在里面蹲 他怕火女要杀他 TV走啊 觉得没什么大意思 你看船这处理就非常小心 你作为玩PA这时候 一个线 对面一个人没有的情况下 是不太敢大胆带线的 所以 这时候一定要就在后面 尽量标一标 要猥琐 因为火女是有单杀她的能力的 所以火女女王都是她 单杀她的能力的 她一千多一千一百多血 换个力量加腿 普刀 这边杀掉了 哎呦 终结到女王妖怪版杀路 贼 开心 女王太浪了 被两个控制两把跳 直接杀王跳到第一波 已经闹着了 传着由于PA 正面没有什么打仗的能力 然后直接选择做BKB 其实哥们 这版本我真的推荐大家打中单 P 如果你一旦想用PA 最好要求打中单 因为这英雄怎么说吧 需要等级 他三个技能 除了三技能以外 比较吃B跟B的等级 一样PA就是12级 然后把B等级点满 就是三个等级 三个技能等级 对他来说都蛮重要的 所以说他每个技能都会点 这种英雄就决定了 他需要吃一个比较高的等级 中单PA也可以让自己前进有等级 虽然打价能力不强 但是也可以说是 也不算弱 过得去 就伤害输入一点 D在没BKB之前 不太敢逼你人群里 记住TA在没BKB的时候 千万不要第一个逼到人群里面 我个人感觉 没有BKB打晕的时候 都不要打先手 就是看对面 D桌技能交过了 直接开BKB 切酱油 直接逼上去 加D 就开BKB 就是你尽量别DB 容易被躲的 就是D就有一个预警 就告诉对面 哎我要来干你了 对面有跳刀啊 绿杖啊什么 他会第一时间反应开 你直接逼到他身上 然后直接扔地 接着砍 砍他两刀 然后再扔地 再接着砍 这是PA比较正确的玩法 也是马上BKB就差卷招 不算顺了 这个发育确实不算顺了 1-4的术语太惨了 吼到一个D D接着砍 再插起来 不好意思 我接着电话 灭烟上场 受到攻击 受到攻击 小孩子还是别看了 灭烟下场 正在被捕打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大家也是自己看了一下 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我得接电话 刚结婚嘛 敢不接老婆电话 我今天就死得很惨的 这边我们来接着接着看 其实女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动物 怎么说呢 就是属于你不接他电话 他就生气 他要不接你电话 正常 他说哎呀我没听见 哎呀那怎么办呀 说你别生气了 就你就你就发不出脾气来 你接电话 你说哎呀我上班了 你忙 就是不喜欢我了 女的就这样 哎呀太丑了 他真是蛋疼 但是没办法 谁让谁让 哎呀其实女的还好吧 毕竟怎么说呢 女生嫁给男生的时候 男生普遍是一个男的比较低谷说 也就是因为结婚年纪在一些小地方 可能二十二十二三就结婚了 二十三四就结婚了 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三十也差不多该结婚了 三十岁男的只能说事业有小成吧 真的算是人生中比较低谷的时期 就是一个男的 因为男生嘛 毕竟随着年纪越大 他的人脉圈啊 工作经历啊 经验啊 就是让俗话说 男人就像酒 放得越沉 时间越长 越能喝出味道 就是慢慢再成熟 因为男的心理年龄普遍不如女生 心理年龄比较小 就是比如说你和你同学搞的像 你总感觉你同学比你懂得好像要多一点 就这方面成熟啊 确实比较早一点 但是男生确实本质上 确实是个男孩子 一直在往慢慢往男人跨不破 反正在你结婚的时候 你绝对不算个优秀男人 反正我很少见过 二十多岁能配得上优秀的男人 反正我身边这样的男生不多 就是二十多岁配得上优秀 一般这时候男生都是比较低谷 比较混沌的日子 刚毕业比较迷茫 除非你家富二代 富二代那就另说 就是一个女生把他 女的嘛 老得快 三十岁的女的就能看出来 岁月的痕迹 男的三十岁 整当红 所以说 女的老得快 女的可以说是 女生把最好的 如果他选择嫁给你 他真的是很爱你 所以就说 真的是把最好的年纪给你吧 然后 就算 就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 他把最好的年纪 最好的年代 堵一个男生 不确定的未来 所以说 还是奉劝有女朋友 对自己老婆好一点 也是 慢慢 因为李子现在 怎么说吧 大部分比看视频 这些朋友要年长几岁 年长几岁 确实有资格说了一个话 好了 不扯太多了 让我们来接下来看比赛 比赛进到26分钟 24比14 其实现在的朋友 看视频 大部分 真的不是认认真真的学技术 你说这种发不技巧 穿这种发不技巧 你学得到吗 学得到 你就有些人觉得很容易 我上一波也行 不刀什么的 但是你看见没有 他每次都能精确走过杠客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艺术的学问 我女女王都能单杀他 他什么时候该怂 什么时候勇敢带 这都是 你看这种线 其实挺危险的 但是船还要选择回头标一个 很贪的 他衣服包兵标一个 就多这点钱 刚才你看他远古他没带 远古带了 刚才有可能他就要死 所以说这种东西 你看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打起来实际蛮难的 然后 所以说给大家扯一些先玩 一般大家爱听的那些东西 你跟DC跟单车当年爆料 直播的时候没多少人看 一说有人就他俩爆料了 我都去看了 反倒 大根 我了个去 爆发真是高啊 我了个去啊 25比14局面上还是相当逆风的 局面上真的是很逆风 进行到这种程度 PA有了BKB也第一步配有防的控制 但是说实话 不太好杀 红军有吹风 女王有blink 风云有W 比较难 这张比赛现在不太看船 因为船就是DB进去开BKB 然后B进去打输出的 真正现在看的就是 斧王跟SK这两个先手 打会怎么样 船这里接着伐木 这边一个大招扔过来 但是这场比赛插起来 不太好杀 秒吐猫 能秒掉吗 秒掉了 还是这边风营 减速一下 逼过来 这边可以开BKB吗 不着急开 因为这时候开 来 罗岛直接躺 这边兔子在后面摇大 能杀了兵女吗 我不是杀了我女 一刀暴击给力 快跑啊兄弟 这怎么牛 怎么处在这个位置 宙斯一个G 来打一下 这边还能追PA 不是不是 还能追风行 怎么PA了 递过去 但是杀不掉了 女王能blink走 PA这个英雄 现在不算太强 但也不算太弱 属于 二线偏下一边的英雄 我个人感觉 就是在 中不溜 有一定的开始能力 但也不算太强的英雄 哎呦 风行这几个榜 你曾是少年 怎么感觉 这个选手ID好熟悉啊 你曾是少年 这是 这是一名职业玩家吧 哎呦 这这这真 真看不来 这边再杀活女 把空气吹起来 但是应该能杀一个板 牛这个板 我给满分 自己也死了 兔鸦姐 是妹子吧 兄弟 你这个才 你妈喜了 我个船一波起飞了 连杀两次 经济最好的活女 这个一波起飞 这怎么感觉 哎 被插起来 船又收一波三杀 这天为王 这几波送的没看懂 三杀 船一波直接起飞 我天 真的是没看懂 这边秒了 罗导 盯着罗导队 哎呀 这几波牛这个满 我真的给满分 反正昨天那个拉比克打得特别好 哎 这打就是那个拉比克 这边能不能一套秒掉 封印一个把 看这被动 这就可以看出来 哎 但是活女有一杖吗 活女应该是有A了 哦 没 大招伤害就是高十九级 哎呦 这上面在活女 杀都死过 大哥活女 名不虚传 PA这波被终结 不过PA刚才连收几个大人头 连杀了几次经济 最肥的活女 真的很舒服 直接MKB都看到影子了 PA这二杀 他决定 为了打风行 他决定先做MKB 那正确选择 打风行 一定要先做MKB 做MKB 我个人感觉 PA有几件 比较核心装备 BKB是17 MKB跟大晕 这两件是特别核心装备 然后后面补音乐就行 枪袭 有 枪袭怎么说 加攻速不如音乐多 PA这英雄真的需要高攻速 谁用谁知道 女王一直在生大根 几级大根啊 四级了吧 三级咱们 对象加大根 爆发力非常非常的 暴力 火女的经济也非常非常好 马上要做冰箱啊 他不打算作业了 传统一直在疯狂刷钱 嗯 PA这时候要打盾 有希望的 B过来一下 SK往这边走一点 B过来 哎 B啊 兄弟 你这什么卖SK呢 我靠 船逼到肉山身上了 雪崩 这边SK也有灵瘫 应该 应该能打掉这肉山 偷掉 有希望偷的 罗刀也在外面接着他们 一旦出事 SK有跳 哎呦 这还是被发现 不太敢打了 一个板 但是BKB 直接把老牛切死 又推推 这时候船只能跑了 一套技能 给到一个踢 没踢到 关键 必走 但是这个盾 感觉有危险 风银开大 直接打了 哎 逆方偷盾 又加大了烈士 没办法 风银拿到这个 五盾 从女王拿 这太惨了 还被抓了 这种顶分的局 偷揉太难了 人一看 你不在线上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PA其实全解锁之宝 真的不如半解 好看 反正我用的是半解 哪怕我是全解锁之宝 我一用的都是半解 我刚才感觉 他这个刀在全二变得特别丑 不知道为什么 全一又都没这种感觉 全二这个刀 这个矮亮的 有点太难看了 感觉 我一直觉得 全二的所有质宝特效 都不如全一炫了 这些粒子效果 改的怪怪的 你刚才这个刀 这个粒子效果 真的不好看 希望以后威慑 慢慢修复吧 赖好强制玩家 给你当了回小白鼠 希望你要对得起 这些小白鼠玩家 能把这个游戏 好好做好 可怜的夜上 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 跳好 插起来 但是土猫能踢一手 快跑兄弟 哎还好 把土猫推过来 双方各抬一手 撤了 兄弟们走起 再见 这场团战看似很激烈 但是没打起来 34分钟 PA这个装备 不算肥了 一万二 他确实杀的人 死的比较多 死了五位 大哥火女 应该也发育 相当顺畅 点一双装备吧 装备方面 火女已经 马上就要冰甲 牛刀也有跳刀 马上快推 然后土猫 还是最基本的技术 封行A杖加推推 跳刀 加上 软火刀锋 装备非常好 女王还在升级大跟吗 女王感觉大跟升那么高 真的没必要吧 你刚才就挂了 带了宝石 把眼视也做一下 拍一下 他们现在这有点 下不来高地了 感觉要打麻将了 真是惨 陪爷一只精灵夜夜在发育着 再比我来砍一刀 然后基本上 还是双方一个平稳 稳健的发育 有点高地打麻将感觉了 这种高端局 真是视野压制 特别厉害 带出宝石以后 你看这一段 稳健刷钱 这一段 你看他这段 经济曲线 往上走那段 就是别连续杀人那一刻 你看对面 带出宝石 把视野一排 根本就没人敢下高地的 没人下高地 你什么盾的 什么都是人家的 人现在就是把你野区 野区肯定都是对面的人 完全不敢去 是眼睛缩不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 好多人说 高地为而不打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就慢慢刷 装备越来越领先 你看PA刚才 跟红女只差了三千 差两三千块钱 现在已经被加得到六千 他就是这种 我能刷的钱 你不能刷 你只能一个人出来带线 甚至四个人高地打麻将 你就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能刷过我 所有的野区 你们的远古野 野区 甚至是 甚至一些过来的兵线 你都不敢收 我们就敢收 我们随便刷 两个野区 两个远古野 肉山什么的 都是我们的 你时间越长 你刷的越 就是刷到人人神装的时候 对面有可能就一个大哥神装 你一个神装 打四五个神装 你怎么玩 插一下风球 大朋友 就怎么着 抛了 揍过来 上王直接被秒了 我靠 打跟女王 打跟加上 加上自己 一张大招 直接秒了 看这就是维尔不打 你手高厉害吧 有A 有宙斯 有两个双控制 加PA 手高的厉害 好嘞 我们不打 你就要把你 一只力道点压垮 这就是维尔不打的精髓 你看这种火女 刚才差五千 这一会儿 说话间 又差了一千块钱 就是火女 一会儿就能刷到 TA经济的 就是PA经济的二倍 你根本就跟不上的 PA也没有狂战 代线速度也不快 你看这种女王 都有装备更新 就你没有 我一波过来 你根本就不敢收 你被塔砸掉 而我收到了钱 这就是一个道理 你像什么野区 他对面都可以刷 经济越大越大 你看现在 时间往一万三走了 这时候天文方 怎么打 天文方只能守高地 不要冒险冲出去 冲出去 一旦被抓 被抓你就得买 你被抓你就得买 买了 买了以后 你守住了 打了个三万三 或者二万三 什么的 但是你买活了 完全不转 所以对面一波过去 就能磨死你 这时候就是 天文方 天文方怎么打 为而不打 天文方已经说了 刚才打法 一眼方怎么打 一眼方就是拖着 一眼方就是拖着 守高地 我们坚决守高地 你总有冲高地那一天 我就不信你装备 再碾压 你就也有冲高地 打比赛时候 很容易这种被压死 但是打路人 有时候会有失误的 对面几个人 一下冲动了 怎么 或者开波物 开波物是比较极端的 就有可能 打不过一波击击 你要想稳一点 推荐大家开黑 可以选择开波物 拼一波万米团战 因为开黑 大家陪众都好 有语音交流 然后双方打的 就是在一块开的时间 也比较长了 玩的时间比较长 对双方性格都有所了解 有可能会打成万米团 一波万米团打不来 不是没有 但是一般路人 我推荐大家 还是门守高地 就是在那边 有可能边到对面失误 一波上高 上高失误 你打个一换四 一换五 你经济落后 落后这么多 一波是有希望打坏的 你看这就是经济 直接往一旦速走 咱没办法 就是就是这种 经济越拉越大 这就高分高分局 配合好 你看这波还能抓你的人 这波杀女王 你看女王这波上头了 有希望杀的 大招一给 女王要死 女王应该是有希望死 冰魂是A仗大吗 A仗大就死了 A仗大感觉女王死了 这回界得死 女王死了 A仗大肯定就死了 哎 这这波我的我的我的 我看一眼 看女王去了 看对面 想抓人 就等这个这种失误 一眼方烈士 只能这么打 你看这波没抓到 左老吼 加点灯 这波再拉回来 这直接砍 飞起来 更有技能 但是一张大砸到了 女王应该就会死 怎么没有失误 有失误的 SK跳叉 打先手 一个微光 但是SK应该是秒死 SK肯定是惨了 大招一下 但是这一波 防输打不错 PA还有BKB 还可以开 可以追牛 但是这一波 还是女王 换了一个SK 并不算赚 燕芳来好的就是 对面状态都不好 回家补几波 可以接着出来打 PA也有了MKB 就只能等对面失误 人家说 你一会儿可能会说 李子你这个方法太消极了 但是没办法 你前期打出这么大 你历史 一般这种局 对面只要稳 你是打不回来的 就围而不打 处理的好 你是打不回来的 很难打回来的 只能等对面失误 抓对面上高冲动了 一波太破镜 他们优势大 心态就容易放松 可能会选择过塔 追你们的人 甚至越内塔来追人 就是越高地塔来追人 这时候就有机会打不来了 这只能这么打 你又是抱怨 这方法太消极了 但是 你谁让你前期打那么大 逆风啊 人家里面两万 你前期打得比你好 打出优势 凭什么让你翻呀 感觉翻盘就是常态 好多人抱怨 这版本翻盘难 然后 不是这版本 就是说抱怨翻盘难 我就这么说 人家打出优势 你俩上来起步 都是 经济都是一样的吧 起步人家打得好 人家打出优势 凭什么让你翻盘 就是这道理 最简单的道理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 这边PA 下一大招 做兵也还在一套 但是BGP反开 打牛 牛死了 这就是冲动 哎呦 能杀两个吗 金箍棒输出蛮高的呀 我说兄弟 哎呀 一个暴击 人品真是好 打赢了 这就是冲动 没抓到PA 这一波 砍了就跑 我靠PA买活了 我没看懂 你这个买活什么鬼 但是卖活 能不能少 跳吼 吼出来了 给力 但是有威筐 踢一脚 瞄了女王就转 但是杀掉了女王 认甲 挪到这波打住成敦的输出 B 标一下 标到了 吹风吹起来 A一下 直接A死 漂亮 这一波打赢了 你看金箍回来了 多长 这不明显 一会儿等曲线 就看出来了 这一波等你们都复活 一波打出来 相当大优势 刚才一万四 APA的刀又换回去了 好 刚才 船怎么这刀 又莫莫其妙换回去了 不是刚才那个全解 全解锁之宝 现在又成了半解锁之宝 这应该是未解锁之宝 都不是半解锁之宝 盾没刷 一眼方 任性挺强的 像刚才那个局面 我见过太多了 一般就是被打死 慢慢摸高 然后被抓人 上海 他们 不愧是职业玩家 配合确实好 心态也好 居然能 应该之后就抓对边 洛杆 直接牛 打过来了 这一机波绝对打过来 但是洛杆 可能要死 哎呦 风行mkb了 输出太高了 风行mkb了 应该是 看 mkb了 肥的 红女也一招了 这一波就是刷过来的 他正被攻击 红女下一步 我385也可以补刷新 效果非常好 这边背一刀了 红女被插起来 一下秒 红女开pkb 但是师傅把自己吹起来 但还是要杀红女 把红女先错再说 A招大 但是还是被掀翻 女王一个大招 一个双绑 全死了 红女买活 谁也买活死了 很伤心你的 红女买活也无所事 刷一波钱吧 血迹失成两格了 兄弟 可以出个bkb 兄弟 刷新bkb吧 西娃 这东西 真的好用吗 我刚感觉 刷新bkb两个大 能秒pa的 pa学不多的 配合女王 一共不出bkb的大 这波反推 感觉又掉路了 Sk买活 还是就pa买不活 靠Sk跟府王这一套 能打一下这路高低吗 能守住这路高低吗 我跟感觉蛮难的呀 兄弟 有A 有A还有希望 但是风景这个速度 直接点卡 速度非常非常高 刚才被华莉莉的加固了 我腰里边躲一下 这边被卡通女王 直接被斩杀 老牛 A又罗 倒两连斩 我要百人斩 这不靠 今天太脏了 怎么能把百人斩都出来了 听一技 先把沙王 沙王躲到这个铁 完了 红军也得死 白活死 最后退进来 再一个系 哎呀 我靠 这输入太高了 Sk可以调查了 土毛抬一手 哎呦 哄你跳到 这这个处理的真好 这真是高分局啊 水平真高 这都能跑了 有点没想到 风油在正面杀了Sk 这都能跑了 真是高 顶分局啊 水平真高 DM荣耀 偏野人要做兵演 这张比赛时间还长着的 大家别着急 慢慢来 我们慢慢看 风行BKB 已好 哎呦 风行真是神装 婚女装备也好 还是包打 全面上落后还是蛮多的 但是这几波 交往人都起码把心机 拉回了好多 这张 这一波这几波 罗岛打得好 罗岛 罗岛 府王打的相当出彩 要不罗岛早躺了 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能反和谐 大家很多人问我 反和谐的问题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 淘宝给买反和谐码 或者买个什么龙死 CDK之类的 那种能反和谐 或者再再不记 去找一个朋友 有用外星人电脑的 Ellenware 然后他们在Steam登一次 也能反和谐 还是推荐大家 去弄个反和谐 比较帅 我那天看 那天在网马玩 网马那个就是有和谐的 我天 玩那PA那个标雪 哎呦 我真是醉了 简直标石油 他太受不了了 PA打得多大晕 我就感觉冰眼 没那么高于天地 他感觉都多大晕 婚女洗瓦了 洗瓦后面在天 刷新BKB 吹风化 刷新BKB 逐敌了 这边能不能秒了 罗导啊 罗导还是 去吧 防这些人的买活 打风银 你把风银做了 船这里拿到风银的刀 很关键 这包只能说很关键 哎呦 看到了 插起 这边船不太敢逼过去 宙斯死了 但是 但是 防这些该BKB 先 先做牛 哎 没好吗 哎呦 这被放风筹放了点惨 他起 把他吹起来 SK两个吹风 瞬间 这边 先杀牛吧 兄弟 把牛干死 杀土猫 宙斯也是选择买活过来 再打土猫 哎呦 漂亮 双杀 这波 肥了船 确实肥了船 活女 这个 许亮 先避后地 船一定要先避后地 这种 你先地肯定被活女跳走的 要刀走 抢不了队了 这个盾 打不了了 这几波夜 团战连续打药 感觉天王 老师不够小心 老师莫名气氧被秒人 这种就太伤了 PJ一下 晕锤好了 小晕都出来了 小猫真是居家过日子型男人 居然先把天鹰还选择卖了 B Decode 能抓这个缝星 Bra 跳好 哎呦 走owego 晚过来蹲 但是还是应该能 应该 Director 杀雕 GET 哎呦 还有 还是要作兵眼 传名直接做好了 他感觉要撑一点鼠影 他要不撑鼠影 倒的太快了 不过有一说 EPA确实缺的不是输出 没必要出 除了MKB我不太推荐 大家出纯属 比如说大炮这种 跟PA暴击冲突 暗面这种也不是很推荐 影响PA后期那里 PA后期 你要说你气敏加暗面 确实后期不是撒弹好用 这咱得有一说一 讲道理的话 皇上抬一手 但是 府王感觉是EPB开起来 这边过来 第一轮交给女王 但是并不是特别好杀 一刀砍死 直接暴击 我给你 应该就讲道理话 跳宝了 对面的手打的AOE能力确实也比较强 现在经济已经应该回来好多 还是八千块钱 但是夜眼方已经撑过他们最难受时机 现在已经赶下河道 初步有跟对面一战的本钱了 PA装备也是慢慢跟了上来 虽然比红女还是要穷一点的 毕竟咱们有盾 现在 夜夜上塔正被攻击 哎 上路线没人带吗 刚才感觉上路线有必要带一下 PA在高速的刷钱 那 现在主要是 现在刷钱确实有必要 然后过两天给大家做的Miracle Miracle 那个乌克兰 就是 天才少年 打得真的蛮好的 好多人求他的比赛 到时候也会给大家找到机场 我个人认为蛮精彩的选择做一下 这边燕芳准备推进了 他们现在有次 优势还是有的 虽然经济上烈士 但是PA有盾确实不一样 一套冒发 可以 但是对面已经带着高队 PMA没TP 撤吧 推到外塔 有个喜满意多 我这个真上打没人管吗 这塔掉挺多血了 塔都快磨掉了 罗导也没TP 宙斯有 但是宙斯不敢自己下去 AA也做出了羊刀 我这样比赛 AA虽然数据比较惨 但是有羊刀还可以 女王一直在等着 5G大根加上大招 直接一套秒 输入非常高 给女王一个镜头 然后看他能不能秒杀 PA这时候也回来了 这波有可能打这一波团战 PA在带线 但是殊不知对面野区全是人 踢过来 但是敢不敢秒 应该不太敢跳了 一个大招 看到了女王 能不能抓住一个人 能流到吗 有跳刀的 沙王有吹风 感觉流到了 这波 沙王在插友吗 哎呀 还是一秒钟CD 我靠 这真的是命好 这个居然让沙王跑了 好不服啊 不开心 但船现在也不太敢消费 一般还是要留 像这种大后期 大家一定要切记 一定要留买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 你不要为了贪一件装备 没钱买 直接被破路 这种你要被锅的 你是后期的 尤其开锐一定要留钱买 酱油留钱买 没用 他可以选择购装备 因为你买 如果大哥买不了的话 酱油买了 刷 有一说一是没用 这边风行 过来拆塔 但是流到风行 插起 狂一个好 狂到风行 但是被土猫 抬了一手 女王一个大拨 但是罗岛这个人家 很关键 直接把女王一跳打去 这边对面觉得正面团一点打不过他们 所以他们一直在选择带球 其实正面还好 并且这个经济还领先蛮多的 活女看她的装备 已经到啥样子 程度 媳妇接电话 今天做的视频 真的是各种不顺 事情比较多 然后老婆回来了 然后家里电话又响了 我让她接电话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边接着来看比赛吧 活女装备已经非常好 做刷新了 活女终于要奔刷新了 吹风没什么用了 活女现在这就是一个大六格的装备 补个音乐之精 也就顶死了 活女装备已然饱和 PA装备也基本上饱和 飞蟹已经出了 然后PA这边还在刷自己的大晕 现在大晕已经5000多块 大晕还差1800块钱吧 2900加3800 6700块钱 大晕 PA有大晕以后 爆发力就会非常非常高 这波他们选择一波开雾找人 但是貌似开雾找不到对面的人 对面还蛮猥琐的 猜错位置了 找找树林里面有没有 应该会比较难 找不到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点血崩 大招直接开 对面也开雾了 我靠 周四一个大招 船他们心里都一惊 我靠 对面也开雾了 准备抓人上高了 我几个人赶紧送回高地 那太危险了 开雾要撞到就有意思了 这种局面已经到达了一个 比较微妙的变化 因为经济上现在已经 目前来看 经济已经回到了2000块钱 几波打架 夜方都打赢了 所以说经济现在 你看开雾刚好出现在对面视野队 我刚才真是危险 要一旦被对面掀手 对面的爆发力 红女刷新打一套秒人的 一旦有人死了 将会非常的不好打 比赛经到56分钟 现在双方都不允许有失误 比较紧张 谁有失误 谁就死了 对面现在他们也是在往几方 你在我也去刷 我在你也去刷 双方还是一个比较微妙平衡 这边船还是身上还有有TP的 所以说也不算特别慌 这波想截后路 有点难吧 三个队友不在 想赌一波女王 这一波避过来 喀 鸟女王 这输入不够好像 够了 连着两刀 这个输入冒警 快跑兄弟 我推你一手 赶紧跑 我跑得快如狗 PBKB直接TP 不敢冒了一个险 怕死 这个选择是正选的 不要省这个BKB了 因为他现在刚才已经是五秒BKB了吧 我记得 的确是五秒BKB了 所以不用省了 直接BKBTP 没问题 等四十多秒 我又是一条好汉 对面女王死了 不太敢打的 这帮兄弟们集体大逃亡 大撤退 这样比赛稍微时间有点长 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离子零食店转转 然后买点不错的好吃的 然后最近飞熊 视频也是有各种的广告 也是感谢我的赞助商 然后最近也是非常多的活动 这边准备杀一波 活女这个有点冒险 我这里活女开BKB 但是自己有 但是被罗党好弱 活女雪崩 就真的不能有太大失误 又失误就雪崩 哎呀 这一家好难 燕王连死两个大哥 活女是买活的吧 应该有钱买啊 活女确实等级高25级 所以他买活 复活时间比较长 10亿秒 那这个外塔应该守不了了 女王跟活女 活女死的情况下 他不太敢守了 但是活女现在有钱 可以绝对可以买 3,9 景点还是非常好的 皮也不敢带带身 也怕被抓 现在这种局势 就是谁都不能有失误 一有失误就会 你看燕方这几波失误以后 经济值 就是天文王这几波失误以后 经济直接拉回了原点 他就确实是不能失误 一定要不能失误 这时候失误就死了 防暂停游戏 罗党不知道什么情况 稍微快进一下 厕所 罗党跟大逼神 做了这么长时间队友 你居然 灯光不好 我靠 怎么打 灯光局 好了好了 鸡鸡鸡 这边接着开队 去色走了 憋不住了 我靠 打了一个小时了 这边这个盾 应该也会 给沙王或者活 防比较重要吧 给防面大 哎呦 肉杉确实也比较强了 感觉PA这个装备打击肉杉来就都不算快 高击1400 高击击率还挺高的 大云好了 PA还是选择拿盾 把支配扔掉 然后拿盾 这边大云可以买了 因为他有盾 有盾这时候可以适当地打一波 大云可以买了 船人决定要买了 他现在买了以后就有买过钱 没事 1600 他还是要等吗 可是感觉可以买大云打一波 毕竟有盾 双倍伤害 其实PA大云比较核心 这束团可以买大云直接怼一波 怼赢了就赢了 怼输了还有机会 因为他毕竟两条命 这时候这个装备PA 其实装备已经比火女要好了 而且战斗力也要比火女风行要强 这已经迎来了 夜眼方比较强势的时期 你这时候看夜眼方 虽然开局很烈 但你这时候看夜眼方觉得阵容好美 双团控 防SK加上AA的大招 以及宙斯的开视野 然后配合PA的完美输出 这时候就看出天威望阵容就显得软一些 就是这种就是 为什么说夜眼方苦尽甘来 终于熬到自己强势的时期 大云已经买了 有大云火女有危险的 宙斯一个大看到了谁 老天错过了谁 风行这波 沙王怕风行直接直接定他 也没太敢上 夜方终于熬过了最难 哎 这个萌萌的土猫 TP 但是杀女王 女王死了 土猫死 土猫活了 我靠大哥替小弟躺枪 有宝石 他们猫死没看到 啊 传你发现 真是宝石掉到这里 他已经点了 这一波女王死了 女王经济线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他5G大跟后面 A杖也没什么大装备了 看这时候已经 女王一直都更新不出什么太好的装备了 就是5G大跟加上A杖 女王选择装备有点太偏前期了 打根没必要升到5G 补一级打打爆发就够了 原来你看苏米尔的闻打女王也是顺了 补一级大跟足够了 该杀掉人也能杀掉 不该杀掉人杀不掉人 你就算再补一级再补到二级大跟三级大跟也没什么大用 而且升级大跟性价比确实比较低 我个人感觉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一级大跟 除了听个 听个为什么升级大跟合适 听个可以刷新 他可以打好多路大跟输出 就是他对于在他眼中大跟没CD的 随便随便打的 最后输出就会比较高 三千二百块钱 然后现在后打到这种大后期了 如果你不想看可以直接直接拉往后拉 李子座得吃口苹果啊 有点累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李子座是别特别随性 吃东西啊什么 哎我一直就觉得 这种东西没必要掩饰我的生活 吃东西我又不是神仙 可以不吃东西 一样的 这种局大家现在看比较无聊 所以说这边艳芳有顿选择一波上高 PA有买活 所以说还好不愁 可以直接打的 因为PA 接着开始看 PA开始疯狂看 直接BKB大晕 打风行 风行 这个推棒救命了 我靠 那这波得撤了 哎呦大波一推 赶紧撤 这波打不了了 这不能再打了 再打要出事了 PA没BKB的 我牛主动出来留人 秒牛 能秒吗 BKB 没BKB PA真的发力啊 刷新大 哎直接完了 这波艳芳打不过了 能探讨 SK跳大 得打 必须得打 SK跳大 杀了一个牛 能土豪的一个救人 很关键 杀掉牛 窗在这一直打 很危险 咒死一个推爆 刚才那个推爆 没能秒掉风行者 有点可惜 这波丢下两刀人命 倒是一个能接受 PA刁盾 还好能接受 PA这边准备做大云了 做刷新 PA为什么做刷新特别好 两个大云 两个BKB 特别关键 这波 这还要打的 这大云不死了 大云直接死 哎呀直接死 BKBCD了 这波天文王 有点没来注意 直接砍死 双杀 这一下 一个吹风 接起来 左一个贴 驱灵刀 但是 没用 被双绑 土豪买活 各种买 防也买 这波PA能不能跑 定的时间非常长 哎呀还是被踢到 SK抬一手 兄弟 快跑 林卡给一下 但是 给莲花 哎 这活女还敢追的 遮不死了 被斩 哎呀 这波 几天王太激进了 这一下不破路了 雪崩 一波就激进 一波激进 还有五回 可以接着给拖 哎 一波激进了 哎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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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没打死 卖活 卖活 风行 也是换飞鞋 杀风行 这波 一个板 飞过来 这次一个人能搞定吗 能秒来 FG吗 秒不掉 说这时候打到后期 有点精彩的 赶紧把塔砍掉 杀牛 大晕 直接给 BGB 给上 直接秒牛 然后毫无办法 这波 这波风行 一看正面 不敌 只能选择 对拆 莉娜 跳过来 但是 踢没踢到 风行 TB 准备 留这波 但是 大根 直接给上 得撤了 得撤了 没BGB 没BGB 没那啥 得撤了 传 刚才这波 买活 换飞 非常果断 但是 也没能破路 说王都掉 高地塔 都能接受 令你眼花 撩乱 威射 这个起源2的 这个路 这个不是bug 不是录像 这个妈的 分身 这个有小新星 真是看着 真难受 把甲腿卖了 把支配拿上吧 感觉需要点续航 刚要有支配 他们就 坎莉娜 那包暴击 能吸不少血 没准能顶回来 他们这时候 都要谨慎了 因为买过CD 没有了 这波拼了一波 买过CD都没有 他还是觉得 要正面 飞鞋不着急 但我刚感觉 把甲腿换了吧 这点攻速 真的不如机动性重要 看转怎么想吧 他还是选择代甲腿 他感觉打架能力敲 但是 这种大呼气 我刚感觉 飞鞋是必须的 没有飞鞋 有点不太好打的 人手神装 打到冰魂的经济 也刷上来了 冰来又点击手 已经扬刀 玲珑心了 我靠刷的也是快 而且身上 还有3000块钱巨块 这包冰魂 貌似打算出一个莲花 莲花来 房已经有莲花了 昨天莲花 那个莲花 其实那个特效 我感觉做的特别搞笑 就是怎么说呢 开始你看30 那个影魔 身上队友给套个莲花 结果 结果海象滚过来 妈的影魔 反过去滚海象 然后接着无敌展 斩到影魔 影魔反身无敌展 斩结成 两个你斩我我斩 你非常的绚丽 感觉莲花这个 将来没准 过多就是会开挖一阵子 没准是个好道 是个好道 就有了好道玩法 这都说不好 说完这一波团战 还是在等最后一波的爆发 谁谁也都稳定刷钱 谁也 谁也没有太激进 毕竟这种激进 是要死人的 再打盾 然后看看能不能打掉 这个盾应该是能被 艳芳收下了 那这时候 现在局面 真的有点偏向于艳芳了 我跟着感觉 这一波双方开拼 大云直接点 直接秒 秒了 我输出很高 PA再一个 我这输出报警 这一波没那么低 时间秒到PA 全都死了 这一波PA打了爆炸叔叔 这这这 艳芳 这这一波打赢 基本上 你在当时 你来念 天文方 已经 已经强度之末了 确实 都是违和 打到这个阶段 已经很难打了 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希望了 打到这个局面 基本上要贵了 打不了了 这一波上奥地 虽然有几个买活 现在看猜战 也没什么用了 看猜战 就是看那个 买活状态 就行了 然后 只要 都都不能买 都不能买 破路了 哎呀 这没插到 有点可惜 但是 打到这个局面上 艳芳 就赢了 这一波关键 是团战 获得胜利 PA手上还有盾 这波牛跳大 非常不错 但是直接被P 打晕直接秒掉 过来能秒女王 没打晕 能打晕吗 哎呀 这个 虎王这个T 关键 被T 真的关键 被买了 吃了 瞬间 回满了状态 我直接把音乐之精吃了 然后 再 威胁扔在地上了 哎 被女王A了 雪崩传 一个双榜 莲花 林肯 各种给 哎呦 这都P 无敌了 这沙王没插到 兔戟 真的 小兔子 小兔戟 玩这种 沙王这种 还是挺难的 不但这样 比这沙王 打的还可以 有一说一 打的还行 基本上把该打 所有人都打转了 这包两路了 两路 而装备里面也比较多了 冰魂死了 这肯定冰魂救不了了 陪伴 席上带着不有盾 然后应该 他就想去打一波 买活钱 再一波 反推 周四也徐林刀了 这若 雁王 基金已经反超 比较多了 已经反超两万块钱了 天安坡这几波 团战主要 团战确实 一直都没打赢过 一次都没赢过 这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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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王也做了个细品 即便给PA提供一些续航 但是PA其实有 已经快有钱出撒弹了 飞鞋让人A了 感觉有点不开心 涮眼还好 哎 杀风 杀 水灵刀一下 但被扬到 但是PA有盾 盾在最后几秒钟 你这几波杀人 好亏啊 感觉 这哥不特别亏吗 重刺一个W直接批死 但是SK这边 DKD赶紧BK运回城 别有大晕了 被父王吼到 死 你俩也死了 水灵 你俩能买 还行 但是土猫 哎 这一包上面不错 插起来 一个土 一个D 再避上来 两刀砍死 杀手 26杀 打到这样 这种情况 艳芳已经赢得 这辆比赛 没什么权调了 直接一波激励了 最终这辆比赛 大戏走到了末尾 然后艳芳凭借 更加坚韧的耐力 和更 更少的失误 拿来这辆比赛 非常精彩 一辆比赛 然后 也是 谢谢大家 一出进网知识 已经完成观看完 这辆比赛 以后也可以来 李子冰叔逛逛 甚至可以买点零食 然后也可以来 也有好新鲜的活动 最后祝大家在这里 祝大家祝牛节快乐 一个D 直接好 但是火女 有大晕的 直接大晕 点上就死了 大晕 他大晕碎命 这波 对面 这波反扑 有点凶 但是两刀 完全要掉 不太高 其实这辆比赛 真的不是 让告大家 PA这英雄后期 多无敌 而PA这英雄后期 大后期 弱得要死 他太容易被 被虐 被虐 被推 这种特殖 有大晕有好点 但是 比上传众后期 差了不少 这样 为什么感觉 PA后期 那么无敌 就因为 对面 妈的后期 没有一个强的 这些过来 然后这样 就结束了 最终比赛 还是以 雁坊获城而告状 非常精彩 一场比赛 也是 谢谢大家 一无既往之事 传人打出机器 好了 比赛 Good Game 这也是一场 确实是一场 Good Game 好了 比赛做事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水灵 我们下期见 可能有好多人问这样 编号 然后到时候 我给 就在这 放到末尾 把编号给大家 1798 433 653 好了